洛杉磯院消費者和商業事務部表示 已正式啟動6,860萬元的業主救濟基金 幫助彌補業主在新冠疫情期間造成的損失 該部門稱針對2022年4月1日 至今的如期租金和經資格認定的相關費用 該計劃將向業主提供 每個租任單元最高3萬元的補助 該計劃預計將為2,288個出租單元提供補助 如有申請意向的人士 可前往業主救濟基金計劃官網申請 網址LACountyRentRelief.com 或撥打該計劃的多宇研夫教中心進行申請 電話877-849-0770 該計劃將實行優先審查流程 業主提交材料後 將優先考慮財務最為困難 涉及若細租客的申請 提交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晚11時59分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